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我們目前人呢 是在新竹的我只在乎你食品店 那為什麼又會帶來這裡呢 是因為我們六月份有一個紙刀帶特展 那今天是第二支的驚喜發布會 一起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樣更新更漂亮 或是更豐富的作品吧 我們來感受一下被取燒帶新竹的寶寶的快樂 三款非常可愛的小精靈風格 顏色都屬於這種粉嫩活潑的色系 有很多表情豐富的小可愛們 其中一些擬人化的小生物啊 真的超級逗趣的 這裡呢 展示出了非常多款的百合系列 一字排開 這種美麗又戲劇的設計 每一款色系都非常有氣質 讓人忍不住想要收個一套啊 安琪米拉這個系列有各種不同的花款 盒紙和PET材質都有 努力農 每日一注音時間 這兩個字念成漢代 意味著還沒有開包的蓮花 好啦 那我們也當然不能錯過 安琪米拉的自然美女系列啊 真的是賞心願望呢 這裡有四款小可愛系列 像這一種各式的翻肚貓啊 小米會讓貓奴們淪陷吧 飛飛圓圓的小松鼠也是看著很療癒 還有這兩款閃亮亮的 具有魔法某款風格的小霧們 這一款穿著可愛西洋服飾的小狐狸們 小龍具有銅鬚感 這位設計師啊畫了很多 蒸汽龐克主題的設計 有一些結合動物或生活小物 還有一款是結合了器官的設計哦 真的是帥氣中又帶有時尚的風格 這款小狐狸油票啊非常的可愛 旁邊搭配一些情感小物 水彩色調的筆觸 散發一種愜意感 好 這邊有展示出印章和紙膠袋們 波島翁形象的小浮神們啊非常療癒 色氣很柔和 而且表情豐富又兼具俏皮感 來看看這一些胖兔子的小動物們 肥肥萌萌的感覺 讓人好想捏得幾把啊 還有這一些被吃的早餐動物們耶 超可愛的啦 這一次可以看到有夏秋冬的花卉 散發出強烈的季節感 但之前我使用過春季款的 它們都是屬於比較有氣質的類型 OK 是我非常喜歡的 Mana Pro小畫室 這一次從花藝到小動物系列 都非常的可愛又華麗至極啊 像這款兔兔餅乾鋪 各位烘焙業者啊 就應該要實體化這一些餅乾盒啊 還有這個和食物可可愛愛融合在一起的小鳥 也是很萌哦 真的是完全被讀書的刺猬攻陷耶 還有這一款夏日的企鵝甜品 正好和現在這個季節做一個完美搭配 好 我們上一次介紹過 果然一次啊一次出了幾十款的新品耶 看看這一面牆 我們來感受設計師 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吧 我們在上一回也有看過一些 墨田森果的新品們 讓這一次依舊展示出很多華麗的角色 以及細緻又充滿了氛圍感的大自然系列 同樣來看到上一次有介紹過的三愛意 那這一次還有這一款 透出紫光的透明樂譜 以及美麗又細膩的透舊書頁 在平田的應用啊 應該是相當吸睛哦 品牲日的花朵門 依然是美麗的戰縫者啊 這裡華麗的角色門 搭配精緻的花框 風格非常有特色 辨識度很高 這幾款設計啊結合了大自然與夢幻風格的元素 有何日常小物或是華麗的線條 非常美麗 我看到這個作品它非常特別 它是蒸汽龐克跟器官的一個連結 這個是怎麼樣的設計的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還蠻喜歡蒸汽龐克跟器官的 然後像蒸汽龐克的話 它的概念比較像是 就使用的東西 使用物品使用了很久 然後到它都已經破舊了以後 都還可以繼續用 那我希望就是像器官這種東西 就我人體的器官是可以 有替換的 然後我可以很珍惜的用它 就知道它壞掉了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就算是精神器官嘛 而且剛剛你聽到說你還有一些小細節 比方說肺部跟牙齒 它的這些部件好像是 蠻細膩的一個設計的 因為它是器官嘛 我希望它比較符合現實 所以我在畫的時候 像肺有左三右二的分別 所以左邊有三片 然後右邊有兩片 就會比較希望能夠貼近現實 然後也希望就是這樣 喜歡這類型的風格的人 會比較多給大家 未來還有什麼想嘗試的嗎 其實還是希望能夠多化一些 蒸氣龐克的風格 那我知道這種風格 對很多有幾道帶的使用者來講 有點硬啦 所以希望能夠設計更 更貼近大家能夠使用的 所以才會後來再畫龐龐的系列 之後能夠去符合我喜歡的 蒸氣龐克的內製 但是它又有包含一些 通用性的原材在裡面 發現很喜歡貼近的東西 雖然是新的廠商 但是我已經決定每一個都要買的 然後它那個色塊就是比較現代風 所以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這個有些人會覺得它沒有這麼好使用 結果你弄起來看起來還蠻活潑的 好可愛的編分 有這個一疊貼紙 然後它是已經歌型好的 所以我只要把它撕起來就可以用了 那這個冰貼就會貼得很快 然後作為點綴 在主要的圖案房間做點綴的話 它就會看起來蠻編分的 就是如果你不太知道應該要搭配什麼 然後你又不會做像這種切花 或者是大背景的搭配的話 那我的背景的話就會選擇 用這種可愛的 比較中型的可愛的裏頭去做前縫 今天發現的寶藏應該是貼近的 拉條款 對 然後紅色黑色跟這種花跟蝴蝶 然後我自己是 底下那個大的那個渲染的背景 是我自己戴的 白黑跟蒸氣龐克的裏頭 其實你這位也是蒸氣龐克的這個框框 對對對 這也是捏嘴巴給我的那一口 然後 這邊我是先 就是把頂先打好 就是一個主要的色系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都挑 相近的藍色紫色去搭配 我就發現它那個圓弧型跟那個框的邊緣 剛好可以搭起 我原本就想要貼比較浪漫的色系 所以我底的話 都是已經先 先選粉色 或是這種 粉藍色系 然後 上面這個 人物跟葉子 就是 到旁邊去 去搭配 試試看哪一種組合 比較 看起來人物比較凸顯 嗯 然後我覺得就是 它這個綠色其實還蠻 蠻好看的顏色 嗯 跟那個 花少牛其實本來就很喜歡 這個比較有那種想法 比較想要就是在外面的那種 是嗎 有點露營的那種的感覺 為什麼你會比較喜歡這一張 因為它後面有一個做 就是 近大遠小的概念 然後前面 我就想說 它在野餐 然後後面就是它 背後的風景 像這個我就 歸背葉做那個 前景 嗯 就把它做成一個在花園的感覺 然後遠的地方是那些 建築景色 對 跟人物也比較遠一點 後面這個是復古的 嗯 Decal是復古的便遷 然後它是韓國的便遷 然後再搭上這一次新品的復古人物 嗯 其實原本搭人物就已經很夠了 但我自己又喜歡這個 像日葵的話 嗯 像這一張的地方 就是紫色跟藍色做搭配 嗯 不過你要讓它比較特別 所以我後面就加了一些雷色的元素 嗯 就這樣 就讓它看起來 不靈不靈 對 不要緊緊 嗯 完全立體 全面立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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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我的拼貼一共完成這六張 各位先來看 這兩張完成度比較高 而且十二萬分時尚的搭底 是來自於貼地的設計 線條和元素用色啊 都非常適合拿來融合 像上面這一種自然又隨性的角色 那這些角色啊 是我這一次沒有拍到的遺珠 來自小玉的設計 那不管是要搭配像這樣子的時尚風格 又或者是這一種 隨性自然的景色造景 它都可以完美的融入 那當然啊 不能不使用Maluko小畫式的 可愛動物們來當主角 搭配飽和度很高的大氣花朵 就呈現出這種兩張風格長眼的小卡片 這次活動可以和一大堆的拼貼高手們 好朋友們 一起來搶先使用這麼多這麼棒的新品 這真的是文具控制定這兩個月裡面 最大的快樂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好啦我們就看完了六月份 即將要在南港股甘工廠登場的 國舉在紅米客展會有什麼 比較好的新品 那不可不得各位 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些作品呢 歡迎頻道時候也到現場 來挑選這個看看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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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